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好 这几天没有出视频 所以陆续的有朋友啊网友来问我 说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出视频呢 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首先要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我这几天没有出问题 过去这些天我去台湾去了一趟 因为行程安排的特别满 所以没有时间做视频 这一次是我第二次去台湾 跟台湾的政界和学界的一些人士做了一些会谈 都是台湾的精英人士 都是对台湾决策阶层有影响的一些人 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 跟他们传达的一个信息 就是中国变局已经临近了 台湾应当做好准备 那一年是2014年的2月 那个时候大家对我这个观点不太认同 那这一次去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一次去呢我感觉着 当我跟他们交流这个观点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这些我会见的这些人 大家都有同感 也就是说台湾的政界和学界的这些精英人士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体制 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崩溃的危机 现在这个临界点已经非常近了 那么台湾呢也要为这件事情做好准备 不同的政治阵营的人 这个他们呢做准备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呢有一点他们是形成了共识 无论他们的追求的目标是台湾的独立 还是中国统一 但是大家都认同一个前提 就是说中国必须得实行民主化 那么台湾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会缺席 那一定要推动中国向民主化的方向走 台湾如果是要独立 也必须得有一个前提 就是中国民主化 中国民主化之后 台湾才能够顺利的独立 如果台湾要想统一 他们也必须得有一个前提 也就是说中国必须得民主化 民主化了之后 台湾人民才能够接受统一 统一才不会影响台湾人的利益 所以这个蓝、绿都已经在这个方面了 形成了共识就是大陆必然会变 第二个共识就是一旦变局开始 台湾要尽力的推动大陆的民主化 从这两个观点的这个角度来看 对我们大陆的民主派、民主阵营 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消息 因为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 作为一个和全世界各国的政治势力 有联系的这样的一个实体 对未来中国大陆民主化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未来中国民主阵营的整合 对民主运动的推进 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力的因素 这一次我觉得台湾之行给我的信心有非常大的一个鼓舞 我也希望把这种鼓舞传达给我们在国内的 在海外的所有的民主通道 大家一定不要灰心上气 一定要看到现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因素正在聚齐 好 那我们再来讲一讲过去这些年来 影响大家信心的一个因素 最近这些日子有一种观点又在沉扎泛起 影响着大家的士气 这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问题 中国的民族性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非常的流行 就是说中国人是租民 中国人饿死不造反 中国人缺乏反抗精神 中国人是有奴性的民族 因为这种奴性 因为这种文化传统 这种民族心理 所以中国是不适合民族化的 即使是中共垮掉了 现有的专制体制崩溃了 那么重新再建立的也是另外一个专制体制 这种观点不仅是中共的喉舌 他们在大力的传播 不仅是这些五毛在暗中的鼓动 而且很多的民主派的人士 很多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在这方面也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影响 我的一位好朋友 也是当年的90年代的老战友 他有一种观点说中国人就是牲口 没有办法搞民主 所以对民主的中国的民主前途 非常的失望 那这种观点呢 我就想今天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是不是这样 先从2011年的中东的茉莉花革命谈起 茉莉花革命当中有一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 埃及把专制体制推翻了 开始了它的民主化的进程 那埃及这个民族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之前 他们和中国是非常相似的 他们的这个知识分子 那个时候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他们是以这个民族为耻的 他们对埃及的这个民族性格 对民族心理传统文化都不抱任何指望 因为埃及人的奴性太重了 他们忍受这些专制体制的这个忍耐力太强了 埃及没有希望 但是大家看到了 2011年这个茉莉花革命 从突尼斯开始的时候 埃及人马上就响应了 全国人几百万上千万的人一起涌上了街头 虽然这个专制政权呢 对他们也进行了残酷的打击 也杀了很多的人 但是并没有阻止埃及人民涌向街头 各个教派的各个阶层的人 一起来并肩战斗 最后把这个莫巴拉克维持了30多年的统治 把埃及这个延续了几千年的这种专制传统 彻底给推翻了 所以民族性格在埃及并没有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埃及虽然它有长期的专制传统 虽然这个埃及民族在过去表现了对专制者的顺服 但是一旦革命兴起的时候 人民就战胜了这个恐惧 这是埃及的例子 说明这个民族性格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民族性格会变 民族性格它会有很多的以前的会有很多的假象 在当遇到了新的情况的时候 当历史出现转折的机会的时候 这个民族性格会焕发出它的新生 另外一个例子相反的例子就是俄国 我们都把俄国叫做战斗民族 俄罗斯叫战斗民族 这个民族他们是非常勇敢的 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这个国家还没有完成民族化 他们还在被专制者被独裁者所奴役 这个战斗民族并不能决定他们能够真正的实现民族化 为什么 这就是因为这个民族性格在整个民族化过程当中 并不是站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 我跟大家讲一讲我的一件亲身的经历 就是在89年89年六四的那个经历 那个时候我是在北京大学读四年级 整个这个过程的开始我都是有限的参与 并不是积极分子 算是吃瓜群众的这一类 但是在6月3号的晚上呢 我去到了当时的人民反抗的现场 我和一些同学啊 听说军队要进城了 所以就从北京大学啊 要赶往这个长安街 还没到的时候很远的地方 就听见了枪声 密集的枪声 不断的持续的枪声 那我还在跟朋友说 我说这个不可能是真的嘛 那肯定是橡皮子弹啊 要不然这么个打枪法弹 能死多少人呢 因为我们当时都对中共的这个暴虐本性呢 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也不可能想象着中国人民呢 有那么勇敢 在面对这么密集的枪弹的情况下 还能继续抗争 但是当十点半左右 当我们到达墨虚地的时候啊 就看见了那个真实的场景 那个时候啊 中共这个军队的军车啊 已经突破了民众设立的这个封锁线 通过长安街啊 向天安门那个方向进发 但是街道南北两边的民众啊 还不放弃 再继续的想截断这个军车 想把军车啊阻止在那个地方 所以长安街两边的人群呢 就不断的向这个军车啊扔石头 然后呢 不断的想冲到这个街道的中间 把军车给截断 那么在这个军车里面的这些士兵呢 就不断的向两边开枪射击 这个人群呢就一波一波的往上冲 他们就一波一波的向两边开枪 所以那个地方死人是非常多的 但是就在那样一种情况下 那么惨烈的情况下 老百姓呢没有退缩 当他们的这个枪弹啊密集的扫射过来的时候 一批人倒下 那么整个的人潮向后退一步 但是啊不久人潮又重新聚集起来 又再往前冲 这么往返大概都有十几次 直到两个多小时以后 军队完全通过了那个接口 老百姓呢还不放去 我们在后面呢就跟着那军车一边喊口号 一边扔石头纸 还想接近这个军车的这个车队的这个尾部 任何人只要靠近那个军车 他们就会打出一说字子弹 就会啊有一批人倒下 就这么沿途又死了很多的人 所以从那天以后啊 任何人告诉我说中国人没有勇气 这种观点呢我就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中国人是有勇气的 没有见证过6月3号晚上 6月4号凌晨的北京街头的那个场景的 你们是不可以想象中国人的勇气 能够到什么样的程度 中国人的现身精神能够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有些人可能说那是那个时候啊 20年代那现在变了 我告诉大家没有变 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啊 就在2009年的时候 湖北死守发生了一个事件 就是因为有一个厨师 从当地的一个宾馆的高楼上面摔下来了摔死了 当地的公安局说是自杀 但是家属呢认为这个事情太稀巧 不可能是自杀 那个宾馆呢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那么那家属呢就要求保留尸体 公安呢就要求迅速的火化 所以双方呢 增强尸体 引起了大量的民众的围观 大家认为这个厨师是因为了解了 这些权贵在宾馆里面 所进行的一些肮脏的勾当 所以被灭口了 这个时候啊 死守的民众就自发的起来 协助这些家属来保护这个尸体 警民双方就发生了冲突 最后啊愈演愈烈 整个死守是几万民众 都参与到这样一场呢 斗争当中 最后中共不得不派出 上万的武警部队 来对这个整个城市啊 进行包围 这一件事情呢 持续了差不多有一个星期 很多的人呢 最后被关进了监狱 绝大多数的民众 跟他们是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的 他们为什么参与呢 是因为出于他们的正义感 出于他们的义愤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宁愿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 冒着丧失自由 冒着被殴打 被残杀的这种危险 来为这个社会仗义直言 这就是中国人呢 在某一种情况下 显示出来的他们的道德勇气 显示出来的他们的对社会的承担 显示出来的他们的正义感 即使是经过中共的长期的洗脑 即使是面临着一个专制政权的高压 这个人性里面的这种优点 从来没有丧失过 中国民族性格里面的这种优点 从来没有丧失过 只不过是呢 在很多情况下 他没有显示出来 没有发挥出来而已 确实我们也看到了 在很多场合下 很多中国人表现得非常的麻木 表现得对这个专制者 对这个暴政 历来顺受的这样的一种习性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 有时候他们表现得那么勇敢 那么有正义感 有时候又表现得如此的有奴性 如此的顺服 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 那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词 那叫做欲值 那个欲呢 就是一个门子里面的一个祸 祸者的祸 是什么意思呢 事物在某一种环境下 他受到不断的刺激之后 当这个刺激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 他会做出一个激烈的反应 完全跟他平时的表现相反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有一些人平时看起来非常的老实 经常受人欺负 但是当他被欺负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就突然就爆发了 而这个老实人一旦他的脾气爆发起来 那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他会让那些欺负他的人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老实人一旦发起火来 那是不得了的 那是暴风骤雨式的 人类群体里面也同样有这一种现象 我们长期以来是被原子化的 个人是面对着一个强大的专制集团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我们感觉到自己很弱小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忍让 但是一旦 当我们自己感觉力量在成长 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 那种恐惧感就会消失 恐惧感一旦消失之后 那时候我们所激发出来的力量 我们所激发出来的那种勇气 那就是跟平时的表现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呢 我们还在处在这个临界值以下 但是请大家相信这个临界值已经非常的宁静了 中共过去69年的这个暴政 对老百姓的欺压已经是让老百姓的这个忍受力快达到临界点了 而民间的抗争力量也在不断的积累 民间的这个自信也在不断的积累 在80年代的时候你很难想象有这么多的人能够上街 但是到现在呀 我们不仅是群体性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而且从今年开始这个群体抗争那已经形成了全国联动 开始的时候4月份的时候有断油有塔吊车司机 那全国联动 6月份的时候又有这个全国的老兵 全国的这个卡车司机又在联动 现在还有很多的群体正在策划 正在暗中的策动更大规模的这个全国联动 各个阶层一起的全国联动 我们这个全民共振的这个平台 在海外的这个平台和在国内的这些联系人 这些发起人也在推动这个全国的联动 一旦这些全国联动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就会把这个民族的这个忍耐性推到临界点 就会把民族的这个恐惧感 对专制政权的恐惧感降低到临界点 那个时候就是全民总爆发的时候 一旦那个时候爆发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就会呈现出一个全新的面貌 那个时候中国人就会感觉到恐惧消失了 希望出现了 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奋勇向前 那个时候我们的正义感 我们的道德良知就全部会焕发出来 真正阻碍民主的就是专制制度 就是专制制度 只要我们把这个政权冲垮 只要我们把这个制度把它打垮 那么民主就是可以期待的 民主就是可以实现的 现在我们到了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 所有的民主派的人士 大家不要把这个过去的失败归咎于民主性格 而是要尽力的去把这个民主动员起来 我们失败的原因是在技术方面的 是在战略战术层面的 而不是在民族心理层面的 不是在这个民族 它本身的数字层面的数字论 这是中共极力推广的鼓吹的一种 唯理论一种谬论 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现在中共已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对它形成了一个围堵的局面 而在国内民众的反抗正在积累力量 正在接近那个临界点 就在今年下半年这个临界点就会到来 所以希望我们现在所有的人 所有的想改变中国的人 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 尽量的联络我们身边的这些反抗人士 联络的人越多 大家就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越大 我们的动员能力就越强 尤其是要联络那些已经参与过反抗 已经走上街头 或者正在准备走上街头的那些抗争群体 那些退伍老兵的群体 那些教师的群体 那些下岗工人的群体 那些被强拆强争的群体 那些被中共的医疗制度所残害的群体 那些被司法不公所冤屈的那些群体 访民的群体 联系所有的这些想反抗的人 对现状不满的人 我们联系的越多 我们自己的力量就越大 我们的动员能力就越强 人越多 大家的恐惧感就越小 大家的勇气就越足 当这个临界点到来的时候 大家一起上 这个专职制度就被推翻了 就在今年 让我们完成这个历史的重任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